Hi, 我是Simon, 現在就讓我為大家介紹一下 Superjet DigiPink 3 專業版的使用方法 我這個示範就是用一個 database 裡面每一個 record 用來印製卡片 那怎樣做呢? 首先就進去 DigiPink 3 了 我先前已經做了一個 Gleam Card 的 file 了 就是這樣, 如果你未做的話, 你可以逐個做 將這些物件放回去, 這樣就可以做到 那在這個人名, 手機, 電郵這三個, 現在我是靜態內容來的 靜態內容的意思就是不會變 那我怎樣將這些 database 裡面的記錄呢? 在這個資訊這裡的資料庫, 就按這個請選擇 那這裡呢, 就是這個資料庫的選項 你可以逐個逐個資料, 客人的地址記錄 打進去 Superjet DigiPink 3 裡面的表演的資料庫 又或者由 Excel 或者 Google 的試算表 將資料直接複製到 DigiPink 3 又或者連接到網上資料庫, EOP 裡面 是一個網上免費的資料庫 就可以將資料直接輸入 DigiPink 3 那我現在就示範一下, 由 Excel 裡面怎樣 copy 過來 那在 Excel 裡面, 我譬如有一個這樣的檔案 有人名, 手機, E-mail 啦 那我就按這個左上角, 選擇了它 然後呢, 就去 Edit Copy 這裡 好了, 接著就回到 DigiPink 3 這裡 就選擇了 Excel 之後, 按確定 然後呢, 因為剛才我已經 copy 了 那現在我按貼照 那就已經有了剛才在 Excel 的資料 然後再按確定 然後呢, 我在這個人名這處呢 在這個資料表連結這處, 選擇了它 然後這裡呢, 它會自動知道 在 Excel 裡面有什麼的欄位進來 那這裡是人名啦 這裡呢, 就是手機啦 然後呢, 完成了之後呢, 就按列印 然後呢, 就按列印 就印了那麼多個出來 那我呢, 示範印那邊界 那這個你真是你用的時候呢 可以不用刷掉它 那這個裡面的資料呢 就是由 Excel 那裡顯示出來的 那我這裡就放大一些 那, 有這幾個人名啦 就是在這裏直接拿到蓋子 發覺人名不夠,差這個字 代表這裏的長度不夠 最好是越闊一點 然後再來 這樣就能夠出現 Excel的做法就是這樣 那如果在EOP那裏怎樣呢 即是網上資料庫 那首先就開瀏覽器 去回EOP的網站 即是www.eop.hk 就進入這個EOP人人做程式 那就進入程式 就按這個立即使用EOP網頁 在這裡放大它 來到EOP的登入畫面呢 你可以自己登記一個 成為會員先的 不用錢的 那我如果登記了呢 我就按登日 我裡面做了幾個程式 在這裡 譬如一個工程公司系統 這裡 然後有員工紀錄 我已經做了幾個紀錄 在這裡 S001 編號 什麼什麼 也有五個紀錄 在這裡 然後 回到會員主頁 然後 記得 描述工程公司程式 就按修改 然後 選擇 員工紀錄 這一書 就按這個 顯示 資料表 今時 進去 這條 鍵 開啟了 按Ctrl-C 先 copy 然後 去回Digipin3 這一書 現在 資料 庫 這裡 我要更改 剛才是Excel 現在我去Eop 然後 就把剛才的 今時 鍵 copy 下來 這裡 然後 我去回 這個欄位 人名 這裡 在資料表 連結 我就選擇 名稱 手機 這裡 就選擇 聯絡電話 電郵 這裡 就選擇 電郵 然後 按Pin 同樣 列印 裡面 那些資料 一樣 是可以 拿到 下來的 那 在這一書 Eop 這裡 呢 拜拜 主頁 不知道有執行程式 連工紀錄 這裡 輸入 剛才的幾個紀錄呢 聯絡電話 啊 人名稱啊 電郵啊 那些篇 這一書 也都拿回 出來 好了 那這一個片段呢 就是這麼多了 謝謝大家